像有关假的法院的证件之类的 就给你台北地方法院的监管条而已 对啊 我去爱风风 援警逮车手这样的场面常发生 不过这回假扮检察官的黑色双鱼男子傻眼了 因为他万万没想到 他诈骗的对象 会是高雄新装派出所援警当场灾了 你只做了这一张而已吗 四五名援警常常包围诈骗车手 这张法院公文就是假检察官带来的 不过再多的诈骗工具 哪可能骗得过逮车手经验老道的 远警呢 就在六号早上十点半 拍出所电话铃声响起 远警严志荣值班时 接到自称检察官的人 说他电话欠费 他立刻打到电信公司确认 判定这又是诈骗老梗 想办法约出诈骗车手 不能挂单电话 同时到银行取管的同时 行员的对话等等 那我们也顺利 向银行拿了一个装的现金的牛皮纸袋 依照对方指示 成功把诈骗车手约出来 假检察官发现骗到真远警 除了傻眼还是傻眼 只能说拍楼不肯走 一通诈骗电话打进派出所 根本自投罗网 怎么会连这次派出所的电话都不知道 就打这种诈骗电话过来 记者陈古铭 赖必项SNQ小组高雄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